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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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這邊要介紹 在Linus上面的 處理圖片隱藏樹的兩個軟體 那首先 我們必須要 把這個單字 都寫幾遍 一面都在寫錯 都聽錯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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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在Linus的環境 我們當然先切到 先看看我們是在哪個資料夾 那 我們再看資料夾 裡面有什麼東西 原則上 我們就先把它切到 桌面 再看 那我們就把它切到 然後 我們Stake 這個資料夾 裡面 然後我們看這裡面的一些素材 好 那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以前我們當然就先要去安裝我們的軟體 安裝方式當然很簡單 就是 sudo apt install 然後 我們先裝這個 用command 所以原則上它很小 所以一下就裝起來了 好 接下來我們去 開啟 我們的Google clone 看看能不能直接到它的官網去看 看一些說明 背景之情 好 好 所以它的 軟體的名字是 steghide 那我們直接 到它的官網 第一個應該就是它的官網 第一個應該就是它的官網 應該這邊有一些說明 其實檔欄軟體很小 主要它是 完全就是用command的方式去使用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看這裡相關的一些說明 好 那它這邊其實說明其實就蠻簡單的 這裡面如果 我們 這裡面呢 我們就直接 把它複製起來 直接就貼到 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先clear好了 好 把它貼上 貼上裡面我們當然要去改 第一個的話當然就是 是 是因為我們先讓它執行一遍 這當然 第一件事情都是錯的 那 我們當然先 打簡易的 Pass Phrase 然後再重來一次 當然 沒辦法去找到 沒辦法找到 這當然 這樣子不會有任何作用 那我們再看資料獎裡面的東西 好 我們再做修改 好 所以我們這個文件的部分呢 我們就改成 U U 跟C S大寫 圖檔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Lana 好 那我們再 自行一遍 這時候我們再打上 我們Pass Phrase 比方說是1234 另外一個是1234 好 所以原則上呢 我們在圖檔裡面呢 他就把這個文字檔裡面的 資訊呢 就寫進去了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把它解開來 解開來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直接看它裡面的一個說明 所以它這裡事實上也就是這一行 貼上 貼上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把圖檔的檔名 直接改成我們的檔名 所以我們的檔名是Lana 好 這邊當然大家會問我們的Pass Phrase 我們就打1234 嗯 我們要負寫 當然要負寫 好 好 那我們 用CAT 去看我們的YouCanSee 這個檔案裡面到底是什麼 這段文字你當然也看到了 所以這個是 就是 它 可以做簡易的 簡易的 資訊隱藏 非常簡易的資訊隱藏 好 就是將 文字呢 直接就放在圖片裡面 好